上次拍完短片後 我想也有一個月 你看到這個是 青椒 很大很大的生菜 紅蘿蔔 不知的味 也是生菜 這裏就有西蘭花了 炒完不夠一碟吃的 很大棵東西 但是小小顆 西蘭花 這個很高的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 是不是辣椒 看它的底很像 可能是那些 鹿仔仔 但是老了 這個 那些小牌 我本來寫下了些名字 但是日子 的洗禮之後 經過日子的洗禮之後 應該就不見了些字 可能這個是菜心 不是吧 哦 都是reddish 真的 因為它看到它的底 看著肉 隱約看到就是reddish 那些紅色的蘿蔔仔 就是在Kung Fu Panda裡面 那隻熊貓 從小 喜歡吃到那隻紅色的蘿蔔 現在老了 那就 有了種子 這些一包包 應該是種子來的 它老了 這個是 應該是 芥蘭 我想 但是不像芥蘭 是不是芥蘭 是不是芥蘭 不是 是不是叫 叫包心菜 但是也不像 這個 這個 很高這個 不知是什麼 菜心 好像是 不是 不像菜心 那些葉 我都忘了 那些牌子沒有細 名字沒有細字 看不到 這個呢 這個就是 韓國 紅葉山菜 我想要吃了 它開始很高 而且 開始有花 我想可能是 開始老 這些呢 厲害了 有了 種子 一包包 一個個包包 還有這些 毛毛 這個是 白蘿蔔 這裏呢 今年我有很多 很多 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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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得我都數不到 是多少 要吃了 很多 很大的 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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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蕃茄 很多蕃茄 那 這裏呢 就是我的 愛心豆豆 好 多大條 真的很長 這個是我的手 啊 剩下的手指 鐵的手指 嗯 都要長過我的手掌 豆豆 好可愛 好漂亮 但是呢 數了 當然又是炒不到 半口吃的那些 只有十幾條 十幾條 就是明年要種多很多棵才可以 原來一棵 只有幾條豆 啊 這裡有四棵 這個呢 原本是鬥閣 不過 可能生得不好 這個 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了 它有花 But 應該是蟀 看他有些這樣走走走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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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al走走走 對啦 可能出玉瓜 那這裡就有 這個又記得是什麼 好可愛 葉子就有一點黑色 忘記是什麼 還有我有一些 蒜頭的 這些應該是蒜頭來的 但是應該 還有一些雜草了 那這次 這段影片 我最想特別推介的東西 其實我是想推介給大家看 是BB西瓜的 開始像樣子了 很小顆 帶個妹妹的頭一點 那之前其實有幾 有很多顆的 我想我去了 去Fanguza喝 沒有人淋水 或者撕肥 那有些已經是 死了 好像這顆一樣 死了 死了小顆的時候已經 不過不要緊 總之這裡有另外一個 其實 希望成功 那還有很多番茄 在裡面 旁邊這棵是番茄 來的 一路不停地有很多番茄 吃 因為越來越多花花 越多花花 就會越多 番茄 這個是蜜瓜 那現在只剩下花 那現在只剩下花 我希望它快點 可以有蜜瓜 我很想看到 那些蜜瓜的樣子 就太可愛了 謝謝 謝謝 謝謝